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話題 香港人很喜歡去世界各地玩 大家都知道 我們經常都說 大家不要老套 做些事情 檢討一下 有時候自己的劣行 你不知不覺真的嚇死人 今次這個話題被人放在網上 在日本 更加報紙很快就賣到到處都是 那你真是死不死 究竟是什麼事呢? 香港人又如何拆到日本 拆到全世界 那種劣行真是鼓勵不到 有人就說 跟我們說內地的一樣 大家本事同根身也好 什麼都好 你認不認同也好 但這些行為真的很缺德 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他們又做了什麼措施呢?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其實這件事 真的不足夠兩天 我在網上Facebook看到 有人一發出 議論紛紛 很多人在熱議 然後想不到 轉個頭 報紙就馬上報了出來 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這些事 你可能覺得很小事 甚至大家是不是太久沒有去旅行 你忘記了有些事情 其實很多人會看著你 有些人以為你身邊 不知道大家會知道嗎? 有沒有這樣覺得 你去到外國或者出去旅遊 你以為你身邊沒有香港人 經常都說廣東話 但可能真的沒有想過 周圍都是香港人 很多人看著 很尷尬 我自己也有這件事 我自己也試過去旅遊的時候 遇到身邊都是一些香港人 他們說話都很大聲 甚至說話都非常震撼我的耳朵 這次被人放了上網 究竟有什麼事 原來說應該是福光 因為這個關於說福光的事情 就是日本 他是這樣寫的 麻煩你教你媽媽或者朋友 香港人 同行兩個女人一個男人 操住流利的廣東話 香港人都走不掉了 他拆開了幾盒圖 又拆又摸 反轉來看 去到這個位置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可以跟大家這樣說 那種賣東西方式 真的是老蜜桃 他應該同行有兩個女人 女士 懷疑去了別人的超市 可能別人這邊 因為不同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賣肚 這個時候不是賣芒果 賣菠蘿 不知道 很多人在香港都習慣了手勢 選擇水果 左脫右脫 香港人都被人罵 賣水果的人都罵你 你脫夠了嗎 不用買了 每個人都捏 捏爛了我不需要 他把這種劣行 帶到日本 人家一盒兩件封好 他逐盒抹開 然後選擇 逐個選擇 選擇最美的兩個 塞進去自己的那盒 然後其餘的 一二遍 這位網民 就說 後面 有日本人看到 你們這種做法 看著 他看著 他看著 他看著神 還是看著外星人 當然會覺得劣行 沒有人會覺得 可能他們會想 這些是什麼人 肯定不是日本人 看你的裝束 像華人 不知道你是中國人 還是香港 中國跟香港 是一樣的 你不能夠不承認 去到這個位置 這種劣行 難道你說 不是的 又要分AB 有很多人這樣說 總之 做錯事 香港人做錯事 就賴了 什麼新香港人 一定不是本地香港人 這件事我絕對不能夠認同 很多人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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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裝裝傻 後來 這位 那位事主更加說 他忍不住在隔壁說一句 在這裏離譜 拆人的盒子 然後兩位女士 扮聽不到 繼續拆 其實這些行為很老套 真是老套到爆 我不要說你在日本 在香港也很討厭 但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當然是選一包好一點 反襄炒弄 反轉別人 選一包你自己覺得適合心水 選擇水果 剛才說的 選擇其他東西 買米 你經常見到超市一袋一袋 這袋不好 這袋不好 然後又選擇 這袋不好 不要不要 放在哪裡 你總是怕虧待的 人家在外面買的急凍肉 也說 這個好像比較好 這個好 你怎會比較好 全是被洗好給你 全部都是設定好價錢 多少錢 百克 然後 你沒有說 這個好像比較重 別人會輸給你 又就會被當商家那一個 真是傻 當然,這就是很典型香港人的自私行為 有人說不意外,真的有很多人都做得出來 這些真的擺明是香港人的性格 有人說簡昭也是這樣 有人說不出奇,在大阪 最大聲的香港人一定有份,無論是月台逛街,吃東西 一定會聽到純正廣東話 所以到這個位置,我絕對形容一件事 大家都是同一身 很老實 有人就覺得,chill 我沒理由買過爛的 那你就選一個盒子好一點 你不用整盒,然後拆開人家的盒子 你不逐一顆提子,然後逐一顆選 你都低能的 有人就說,試過在日本,見過還有離譜的行為 怎樣?整盒雞蛋拆開了 然後選擇雞蛋,自己撿一盒 你真是離譜的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這種行為是絕對不用分離我太 你在香港一定會看到的 尤其是主婦、女士、男士 香港人也是 無分男與女,無分你我 一定會有這種怕死執書的心態 怕死吃虧,買爛東西的心態 當然,這件事件被人罵到丟架 令人匪夷所思 有人說,試過在超級市場看到 最漂亮的招一疏疏被人撕掉 最漂亮的,其餘的可能是逐一條賣 其實很老實 有人覺得自從疫情之後 去到日本旅遊 感覺到日本人不像對香港人那麼有禮貌 因為有些部分人覺得 標籤了香港人是一個製造麻煩的人士 其實不關疫情事 你問我 我自己也聽過親口聽過很多在外地的人士 說回香港人 他們都是統一承認香港人是全球最麻煩的客人之一 甚至乎可能不數一都數二 特別麻煩,特別嚴峻的 小小東西就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有些人就說 人家出去以為自己真的是皇帝 你問我 會不會真的日本人對香港人很差呢? 這個印象就 其實真的不分 人家不會分你 真的不刻意認你是香港人 他就統一當你全部是中國人 第一件事就是 第二件事,你有禮貌對別人 你對別人好 甚至態度是正常的時候 都不會標籤 等同 你好像內地 經常有人說 國泰標籤什麼什麼什麼 歧視什麼什麼 我們都會說別人 是你的行為導致別人要這樣對待你 而不是因為你的種族 不是因為你的膚色 不是因為你的語言 別人去這樣歧視你 這種行為就是套到我們身上的樣子 沒有說錯 等同 我看到有人在沖繩 說一件事 沖繩的討論區 她說一句說話 又是引起人們爭拗 爭拗什麼呢? 她是這樣寫的 她說希望大家來到沖繩 如果你是來自駕遊的話 請大家不要用在香港的開車態度放在沖繩 這裡是禮貌之都 拜託禮讓忍來 來這裡都是想放鬆一下 尤其不要按 ó嚟 除非突發危險 experience wenn viele Zahl車人士 solemnherr Jagdpult Eman 非常無礙貌 到了這個位置 我還這樣說 香港的一些車態度 其實與車丶無關 成為可以的 你去到全球都是一樣的,那輛車不會說,因為你去到日本那輛車突然會乖巧一點,不會說靈敏一點,不會說什麼的 你去到歐洲不會那輛車突然會聽話一點,聰明一點,不會的 其實看你的駕駛態度,我應該這樣說,你不要說說內地,內地交通很繁忙 在香港,很多人說你香港的人駕駛,那種心態很差 其實駕駛什麼車都好,你駕駛跑車都好,取決於你的駕駛態度 你看陳龍哥哥,他說什麼?真功夫方為大師傅,使得真功夫方為大師傅 路上靈意外,香港人人外,最重要是禮讓 沒有的,香港人是禮讓的,你看到香港人駕駛,在香港那種 嘩,我漏條縫給你,我給你攝入你?我怕我撿輸,為什麼要給你? 為什麼要讓你?你哪位?白車都是這樣說,什麼車都好,我不讓就不讓 鬥快,你夠本事,你就一起去吧! 每個人都是用這種心態很刺絲的行為 當然,其實有另一種心態,香港人很急,什麼都要爽手,所謂的醒目 其實剛才這位,我看到在沖繩自由自助行的群組裡 這位朋友說的,那種說法也是很適合的 其實你出去玩,你們出去旅遊,那種心態是什麼? 你去放鬆,你去放鬆,你不是給別人麻煩 有人就這樣說,你在一個痛苦的地方,去別人一個痛苦的地方玩 你就開心,別人不開心,是不是也好 你去玩,你就享受那個環境,你享受那個時間 你還要急到難,所以有人就說,要計劃行程密麻麻 由早到早8點,開始暴走到晚上12點 哇,我們一分一秒都不能少 我覺得這種旅遊模式,不如不要去 幹嘛呢?我們去玩,去放鬆 香港人是很急的,永遠都不會放鬆 你去到外國開車,你去到像日本一樣 剛才這樣說,不斷向岸,有幾個情況,我可以猜到 你在香港經常聽到人在香港什麼? 由紅燈轉綠燈,前面第一部車起步 一萬個秒,後面就啪啪啪啪,已經有來了 怕死了什麼? 聰明一點,後面你估計的司機說什麼? 快點啦,滾腰這樣,是不是? 轉椅也不走,車不走就開追道會 後面一堆粗口 剛剛轉椅的反應慢一點 就已經被人罵了 有時候,前面無端端停車,然後又啪啪了 又啪啪了,路不走怎麼行呢? 車不走怎麼行呢? 好像車裝了計時炸彈一樣 車一停下來就會爆炸 那幹嘛呢?你現在出去玩 當然,這樣說吧,自己也會有種心態 我也被警惕過,我也被警惕過 你開車在日本開車,粗口多到 說了一年的粗口,一直開車 你自動墮入回香港人那種 我覺得是環境 所以香港人那種性格,不適合放鬆 試過一次,自己也有錯 不是錯,沒有碰撞 正常我主路人是小路出大路 其實是一段距離 正常香港人,小路的人已經飆了出來 一早一聲 我看到那位在小路等待出的 日本人那些很禮陽 他等到沒有車,他才會出 他不像你香港那些 出池半步後,後面已經很吵 不是的 等,他們是可以等的 我接近六個車位的距離 我看到他們在等 我後面沒有車,我收慢 仰燈,我打兩下高燈給他 試意,我遷就你了,讓你出 他看一看我,然後看一看我 看一看我,我還不出 接著差不多 我賣到去的時候,不出 然後就讓他離開 但當中我已經說了很多錯誤 那些人說,聰明點吧,出吧 你還不出 我給你機會,你還不出 你還不出 搞錯了 我一直說 接著旁邊那個人說 你什麼事 你這麼吵 我說,聰明點吧 開車怎麼行 人家不是這樣 人家真的很安全 就想想想 又是 做什麼 人家不出就不出 做什麼 很多時候大家都 要給這種 駕車 或者生活 態度 那些習慣 其實在香港沒有人罵你 你以為沒事 但其實很多人眼中只不過是 唉,罵你也廢話 但你出到外國 你又要繼續抱著這種態度 別人會覺得你是什麼 流氓 沒有教養 現在那些人是這樣的 你等同這三個優惠 記不記得 很多香港的商場 那些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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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好像倒垃圾 那些衣服 在那裡 找到混亂了 那些美食展 然後瘋狂搶 那些東西壞了 很急 怕死去執書 吃虧 這些心態就是 一種 像我們的DNA 港人DNA 就是執書 自私 貪小便宜 什麼都是 老實說 你買過這些 你 你覺得有懷疑的 就選一個帝盒 為什麼這樣做 你覺得不漂亮 就不要買 其實這些是黑人生的行為 所以我自己覺得 各位 出去玩 無論是哪個地區 或者哪個國家 甚至乎你回到內地 我們經常說要別人入鄉隨俗 同時間我們都要入鄉隨俗 這件事是很好反省 這個剛剛過了 其實我看到 這個時候 暑假 有很多親子團出去玩 有很多老友亂一起出去玩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些情況 希望他們能夠留意 你不要以為真的沒有香港人在你附近 有很多 你要去的地方 其實也有很多香港人 老實說 有些地方 除了泰國 我相信除了泰國 在韓國 我不知道 日本方面 是少了很多中國遊客 因為他們拿簽證難了 所以基本上 很多韓國人 香港人 等等 他們會在那邊 你看到一些不是日本人的樣子 你又識別不到他們 好像不是韓國人 韓國人可以樣子 又高 樣子都很像歐巴 那些很大機會都是香港人 你們真的留意 在機場 我試過一次 排安檢 打算出走 那位香港女士 和她媽媽在吵 誰的茶油 這麼臭 大大聲 她以為這裡沒有香港人 因為她前後 有韓國人 台灣人 鬼佬 鬼婆 但她沒有想過 中間全部夾了很多香港人 我記得那位阿姐 還大大聲聲 剛才我們扭蛇餅 她在我對面 大聲看著我們 很臭 不知道是否這班人 我想說這班人 你想說什麼 什麼事 她真的 我算了 我也不吵 大家有時候 真的不要失禮 希望大家出去玩 多多留言 那股味在哪裡 我猜到 我身後有幾位韓國老人家 他們可能塗了一股藥油 那股藥油的味道 有點像那些鹼粉 很可愛 他們覺得很奇怪 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去日本之餘 其他地方也是 今集整個分享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其他事情 拜拜